你看这个不露脸的YouTube频道 它只需要每个月在一堆上面发布短片 就能够获得上万美金的广告收入 它的短片内容是这样子的 我解析了这个频道短片的做法 我发现只需要用到两个工具 并且配合上AI的技术 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上百个这样的短片 这期影片我就完全展示给你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的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放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串内容 我们可以之后分享三部影片 需要记得对我频道 那做这样的短片 你是可以选择做英文的中文的内容 甚至是其他语言的内容都是可以的 我们都知道YouTube上面英文的观众是最多的 那既然我们都不需要去录口播 不需要去露脸了 我们就可以选择市场最大的那个受众人群 英文的市场去做内容 这样是能够帮助你的短片受众更广 并且能够去获得最大流量的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ChatGPT这AI的工具 去帮助我们生成影片里面的具体内容 那ChatGPT它的运行原理就是 你需要在这边的输入栏里面 去加入一些提示性的文字 去让ChatGPT根据你的提示生成相关的内容 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就输入了这样一大段的英文提示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看到 ChatGPT就根据我刚才提示 生成了50个结果 我先把它翻译成中文 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的提示是什么 我提示是按照以下的范例去生成50种事实 然后去把它们变成一个表格化 其中一列是主题 一列是第一部分 一列是第二部分 这些应该是心理学的事实 暗恋事实 男性事实 女性事实 关系事实等等 然后呢 它们将会被格式化为一个主题 或者是事实类型 第一部分 然后是第二部分 并且我希望它生成内容是保持信力的 两极化的 夸张性 以及与每个人或特定情况下的人相关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具体生成内容 首先是它分为三列 第一列话题 然后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它的话题是生成事实 第一部分就是话题的内容 你将经历最尽难的战斗 第二部分是和你自己在一起 话题要是悲伤的事实 最痛苦的告别是什么 然后第二部分就答案 是那些从未说过 也未了解过的事实 然后第三个话题就是男性事实 问题是 当男生真心爱女生的时候 然后答案是 他永远不会让他感到不被爱 所以我就让ChelGBT 生成了三列的内容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步骤 去专门生成相关的影片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我们需要用到Canva这个工具 那如果你还没有Canva的账户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的注册Canva 就能够开始去使用Canva 帮助你快速生成短片了 那像我进入到了Canva的首页上面了 然后需要选择影片的选项 这里面我们选择行动影片 然后建立空白的设计 那现在呢 我们就做出了一个短片的空白设计了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步骤 是需要加入我们短片的背景内容 你就可以在左边选择影片 这里有个搜索栏 我们可以输入关键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里面 它的短片背景是这样子的 是属于一种环境类的背景 所以就可以搜索Ambient 然后它就可以帮助你去找到很多环境类的影片背景了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背景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样的背景 现在加入了这段背景了 然后可以把它拉大 这样子我的短片就是有个背景了 然后在底下我们是可以调节这个短片的具体时长的 现在时长它是31.1秒 是很长的 我需要把它缩短 我缩短到5.5秒的时间 然后我可以先播放一下这段影片 它具体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入文字了 我们就需要加入三类文字的 第一个就是话题 然后就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首先我加入话题 这里面选择左边的文字选项 选择新增文字方块 然后话题我选择把它放到最上面 然后把它变大一些 这里面我改成topic 也就是话题 然后可以改变它的文字效果 我选这个效果 这边就是有不同的文字风格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去加入一个文字的背景 这里面就加入一个背景了 然后底下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具体数据 比如说圆弧程度 我不想要那么圆弧 想要直角一些 我就把它缩小一些 然后就是扩张程度 你可以把它变得更大 或是更小都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你背景的透明度 要不要是完全实色的 还是说有点透明的都是可以的 另外呢 底下的背景颜色也是能更改的 那这里面我就保持黄色 然后是可以把它变出体的 这样子就是显示我的标题了 然后接下来需要加入跑碗 也就是问题部分 这里面还是选择新增文字方块 然后不需要是出体了 然后更改成跑碗 然后跑碗可以放到中间这边 然后它的文字大小缩小一些 然后你也是能够去更改它的字型 然后一些文字的颜色 比如说可以把它改成白色 然后再加入一个效果 这边加入一个阴影的效果 那这个阴影的属性 我也是可以调节的 比如说偏移 方向 它的模糊程度 比如说可以让它模糊一些 然后就透明度 比如说可以让它变得更加实色一些 然后颜色也是能够调整的 比如说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偏黑的深灰色 这样子就形成了这文字的阴影了 也是能够让这文字更加突出的 那这个就是跑碗问题的部分了 然后需要加入part2的部分 也就是答案的部分 那我就可以点击跑碗 然后右击 选择负质 然后在右击 选贴上 然后呢把它稍微往下移一些 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改成part2 那文字的样式 你是能够修改的 或者是不改变都是可以的 那跑碗和part2呢 是不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的 它的运行原理是这样的 part1也就是问题的部分呢 它是首先会出现的 然后在过了几秒钟之后呢 就会出现答案part2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需要控制 part1和part2出现的时间 这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part1 part2 它也有时候它的文字是比较多的 所以需要把这文字方框进去拉大 它能够有更大的距离 part2也是一样 把文字距离拉大 并且需要保证 它们都属于聚中对齐的 part1也是聚中对齐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part1和part2 也就是问题还有答案出现的时间 我选择part1 然后右击 这边有个显示时间 这里可以看到 part1的图层就出现了 然后呢part1是问题 它会出现在前列 我可以调整它出现的时间 比如说问题还有答案 都是出现一半的时间 那就大概是2.8秒 然后可以选择part2 这时候part2的时间 我也调整一下 在后半段 2.8秒 我可以这样子播放一下 topi这文字是一直出现在画面上面的 然后一开始出现是part1 之后出现part2 part1出现了 然后就是part2 也就是答案出现了 这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part2的位置 还是属于更居中一些会更好 那还有一个小几条就是 如果你想更优化你短片的表现 让观众能够观看你短片更长的时间 你可以选择把你的part1 也就是问题的部分去拉长 比如说总共是5.5秒 但是我问题会出现3.5秒的时间 这样也是能够提供给观众更长的时间去阅读问题的 同时呢他们为了等到答案 也是会观看更长的时间的 那我答案出现的时间就缩短成2秒了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播放一下 先是答案出现了 出现3.5秒 然后呢就是开始出现答案 答案的时间是相对于短的 先我们就设置好了topic 话题 然后part1 问题部分 part2 答案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要输入这些所有的内容了 回到CAMMA这边 选择左边的应用程式 然后这边有个大量建立的功能 它的步骤就是你首先需要新增的资料 你可以快速的从Excel或者是CSV 答案里面 去创建你原有内容 或者是手动输入资料 这里面呢我就可以选择手动的输入资料 这边它默认就是两列 姓名电子邮件 我需要清除这表格 现在这表格就清空了 然后我需要回到ChatGBT 选择全部复制 然后右击选择复制 这边回到CAMMA 再右击选择贴上 你就可以看到 刚才那个表格就全部复制到了CAMMA里面了 总共是50个数据 然后可以选择右边的完成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进入到了第二个步骤了 你需要将刚才的资料 去和元素进行连接 刚才我输入了三个资料 TOPIC PART1 PART2 那现在我需要选择TOPIC 然后选择这个连接资料 然后选择连接TOPIC 然后再选择PART1 选择连接资料 这边选择PART1 然后PART2也是一样 连接资料 选择PART2 你就可以看到 已经连接了这三个资料了 然后这边再选择继续 然后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套用的资料 你是不是要选择全部 这边我已经选择全部了 然后这边可以选择 产生50个设计 像你可以看到 KAMA就帮助我 快速建立了50个短片了 并且风格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效果 首先是问题 然后出现了答案了 然后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答案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答案 那接下来KAMA已经帮我们做到这里了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可以更换这个背景 比如说在KAMA里面 我可以找到其他的背景进行替换 我可以首先把这个背景删掉 然后选择加入这个背景 然后再把它拉大 这个时候 它会根据你背景影片的时间 把原本的影片的时间拉长 所以需要调整一下 还是调整成5.5秒 这时候可以再来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还是相同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短片 更加吸引人一些 你也可以加入背景音乐 你可以在KAMA里面使用音讯 比如说你还是可以选择Ambient 比如说可以选择加入这首音乐 把它放到这边 然后缩短它的时间 我这边选择分割音讯 调整它的时间 只加入到第一个短片里面 我可以播放一下 这样也是能够让你短片 更加吸引观众的 或者说你想让你短片 更加丰富一些 你可以为你的短片的文字 去加入动画的效果 比如说可以选择文字 然后选择动画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动画效果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是平移的 然后这是插曲的 然后这是缓慢浮现的 或者是板块移动的 你都是能够尝试一下 这些文字的风格 会让你整体的画面效果 会更好一些 然后就可以导出了 选择右上角的分享 这边可以选择下载 那因为刚才我们使用了音乐 这边我们需要首先去确定一下 我们已经连接到了 我们的YouTube账号里面了 这样子就会避免 受到Content ID的声明警告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选择所有的页面 然后每部影片都是会单独下载的 你就可以在下载完之后 就可以发布到社交媒体上面了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Canva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关于Canva的使用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列表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够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来记更多关于Canva内容 追踪我IG能够很高度互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